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天宣布 出现台湾首例武汉肺炎死亡个案 是一名没有出国旅游时的六十多岁白牌司机 但是他主要的客户都是来自中港澳的预约客 而他的弟弟目前也去诊 但是没有症状 在负压隔离病房治疗当中 指挥官陈时中就表示 目前已经锁定了三名可能的感染源来追查 不过这算不算社区感染 还有待疫情调查的结果 必要时将会公布个案的相关资讯 武汉肺炎疫情延收 台湾也出现警讯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十六号晚间召开记者会 宣布国内新增两例确诊 是一名六十多岁的白牌司机 和他五十多岁没有症状的弟弟 司机发病后第二十天病逝 不过这名司机没有旅游史 但主要客户都是来自中港澳预约的乘客 有B型肝炎及糖尿病的病史 无出国旅游史 亦非确诊病患之密切接触者 于1月27号出现咳嗽 2月3日因呼吸急促赴医院就医 诊断为肺炎 四季弟弟目前收治于负压隔离病房治疗 指挥中心正在调阅通联记录 及监视器等资料追查感染源 被问到是否为社区感染 陈世忠第一时间原本说可以算是 但后来解释社区感染要有四种征咒 包括确定病例无法找到感染源 本地感染个案已经远超过境外移入感染数 已经出现持续性的传播链 以及有广泛发生的群聚事件 社区感染基本上是要社区内 有连续性的人传人 而我们的这case是一个零星的个案 那目前我们也核对他的健康的资料 也锁定了三名 那目前在查验中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因为这整个的情况来看起来 社区发生连续 连续的人传人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的低 陈世忠表示 僵士疫调的情况 必要是公布患者的相关资讯 请民众警觉但不要恐慌 而为了要加强防疫 指挥中心也宣布 除了原先中港澳返台需居家隔离 以及从新加坡泰国返台 都需要自主检疫外 现在只要是返台民众 如果有症状就必须要裁剪 记者朱凤之中健康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